各位午安 希望大家中午都有吃到 因为这边我觉得 我们刚刚同事讲说 他下去买摩斯汉堡 排了半个多小时 到他的时候 他说你还在等半个小时才能拿到餐 你要等吗 这附近好像吃的东西比较少一点 回到我们这正题 这个地方我一个人介绍 我们介绍到马来西亚REST Service 但马来西亚REST Service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是附在两个东西底下 一个是马来西亚Router 另外一个是马来西亚VS Code 但马来西亚Router是在运行的时候 它提供这个REST Service 本身的服务 那如果说你既然要定义 你的马来西亚REST Service的话 那你可以用VS Code 我们前面刚才阿曼马哥各位介绍 马来西亚VS Code 基本上就是在上面加个马来西亚 但不光是马来西亚RT 不只是马来西亚RT 还有把一些workbench功能都加在里面 我这边有一个马来西亚RT 我把它戴起来了 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马来西亚RT 这是马来西亚RT 我看我这边是可以用 它真的可以用 那 这三个 这里有三个片 那第一个是 你现在所开的 经常去Maping到你这边 Maping到你这边 没有用 Maping上面这几个tap 或者你开的工作区 它的工作区叫Notebook 在VS方面的工作区叫Notebook 你开的工作区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Database Connection 那Database Connection 虽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看 你必须到Masershare的Plugin 那你要装Masershare的Plugin很简单 就直接把VS Code打开 就点Extension 在Extension以下 你可以search到Masershare的VS Code 点进去以后 如果说你还没有装过 它就自动帮你装 如果说你已经装过的话 它会检查说 你这版本是不是要更新 因为新的版本 有它的自动帮你更新 做得非常的UserFriendly 非常好 当你做完安装以后 你就看这边看到 一个小海豚的Button 在你的TrueBar上面 看这个小海豚的Button 那点进去的时候 抱歉 点进去的时候你的 你画面就回到我们刚才上面这个地方了 那中间这个画面是一个 买一些NoBook VS Code的NoBook 你看有DB NoBook 有各种不同的 这是你所开的Session 然后Danny也可以换你的连线的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是在SQL mode上面 基本上它是下SQL指令 下SQL指令 所以你这边下 按下 就Database Corset 按Tab 10 然后呢 执行是按这个闪电符号 再来执行 那就列出来 你许Database Corset 你可以Use 大小学 I use Word 然后Show Tables Word是一个Schema Database Schema 我还是以前那个 我今天这个Schema 三个Table 这是Word的Database上面的 City啊 Country啊 Country Language啊等等 但你在上面也可以叫Select 你可以去Select 那这是SQL mode 上大不光是SQL mode 因为它今天把 这里面签的是MetroShare 所以你在MetroShare上面 你可以转换一下 比如说JavaScreen mode 好 你看那个Icon 变成JAS 小的JAS JavaScreen JavaScreen 那你可以看到 你有哪些指令呢 你可以按 反接线共耗呢 然后呢 或者你可以看 这上面 比如说 跟Database有关的 你可以说DBA 各种不同的Schema DBA Schema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 Module X 就是那个 Document Store的这些操作 都可以在JavaScreen上面做 或者你今天如果手续Python的话 你可以进Python Language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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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是 support type script 沒有 py 這我覺得有點意外 OK 那你可以回到 SQL mode上面去 如果說你今天要進管理界面 你連上一個 database 這個 database你可以說我今天是 新加一個 connection 新加一個 connection 或是你加完 connection 以後 你在這邊可以找到你新加的 database 像我這邊三個 一個是 local database 另外一個是 我有個 virtual machine 在 Ubuntu 底下 database 還有這是在雲上面 database 然後你可以點進去 進入那個特定 我是 local database connection 在 Windows 上面 local database connection 然後你進了 database connection 以後 你可以把 MySox administration 打開來 點進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的 Stata 你的 server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點到 server 3306 host是 ITU ASUS 我自己來是 ASUS的機器 然後版本等等 OS版本是 Windows 4 等等 然後你的 data der 或者你的 temp der 在哪裡等等 還有你可以看我現在有多少 connection 在上面 目前只有三個人在用 最相當於 show process list 然後它可以有一個 performance dashboard 這看起來就比較 fancy 這是實際上它已經超越 到這個地方已經超越 超越 command line 超越 command line 已經到 GUI mode 上面去了 你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 一些 database 上面一些統計 包含你現在 table cache有多大 你的 Inno DB++ pool 開多大 然後用了多少 等等 然後你的 network connection等等 非常豐富 相對起來非常豐富 但還不止於此 我們現在還在不斷有新的東西會加進來 所以 eventually 最後它會把 workbench 所有的功能都加進來 所以它不光是 master share 還有包含 workbench 放在裡面 這是基本的介紹 我們回到這個 part point 上面去 我們看VSCode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過 master share for VSCode 這個大家可能看過 這是理由 我們有那麼多工具 為什麼選擇VSCode 當然我們還是西歸位大邊 VSCode的勢力比較大 我們講VSCode的勢力去靠 這是在這個 Outlook 上面所做的一個統計 一個 survey 應該是 step overhead overflow 所做的一個統計 所有的 developer 它選擇最多的產品 最多的開發工具是 VSCode VSCode 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 developer 裡面選擇最多的 最多人選擇的 database 是吧 是 MySQL 那有一半以上的人選擇 MySQL 其他的稍微少一點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今天是在 VSCode上面 用 master share plugin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什麼 強強聯合 兩邊都是最強的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也不是故意去選擇VSCode 因為這是自然形成的 我們有很大的 developer team 你知道 我們的 developer team 目前已經超過400人 那這些 developer team 當然它會用開發工具 那開發工具用的最多是什麼 當然也是剛剛看了 Pofone上面的第二頁裡面 就是VSCode 那現在我們用VSCode開發 基本上我們很大部分的語言 在VSCode上面都可以support 不管是C、C++還是Python Python像有一些工具 它是用Python寫的 有些MySQL database本身 它是用C和C++寫的 像工具包含了 MySQL share MySQL router MySQL share不是 MySQL share是C++ MySQL router MySQL router它是用Python寫的 那這些工具都在VSCode上有support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就形成用VSCode 是我們的開發團裡面 一個標準的開發環境 然後過了一陣子就有人 因為說實在那些 developer 都會自己去做extension 久了以後 他們就會有一些作怪在上面 他們就想 我是不是有比較方便的方法 接下來他們就做了一個plugging出來 plugging就是讓VSCode 可以直接去使用MySQL 而且我們既然前面已經出了 已經有一個工具 有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MySQL share做production 大家想為什麼不把這個 做到parking上面去 這就是MySQL share for VSCode的由來 這個產品大概一開始 差不多五六年前開始做的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自己內部人用 就是我們的 developer 才用 然後過了三年以後 我們發覺這個好像還不錯 我們市場部門也想要說 我們今天要有一個 在 developer 上面 比較受歡迎的工具 就用VSCode 所以把這個東西都放進去了 所以就在VSCode上面 MySQL plug-in就這樣過來了 另外在這兩年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雲上面 前面我們也講過 在馬來西亞的 OCR 就 Oracle的雲 Oracle的雲 上面有提供馬來西亞 service 它這個馬來西亞 service 不光是提供一個單獨的馬來西亞 service 它有 HA架構 後面也可以帶 hit weight 的這樣一個插件 這 hit weight 插件是讓你加快你的查詢速度 可以讓你的查詢 比如說你今天做 select 什麼東西 from 幾個 table 然後有 group by 有 order by 等等這樣的操作 然後你 group by 你可能去 group 每一個 group 裡面可能都是 不是幾百行 幾千行 而是幾千萬行 幾億行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 SQL meaning 這個 SQL meaning 通常就是 你要做一個 dashboard 做一個儀表板的 比如說你是大老闆 要看那個儀表板 要看我現在這個 所有的銷售的狀況的曲線 你要去統計所有的銷售據點所 丟回來的銷售資料的時候 那個資料可能就很大了 然後濃縮成一個 可以讓大老闆做判斷的 那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果的時候 那 SQL 語句 可能每次撈的資料都很大 如果說像這樣的 dashboard的話 你用傳統的埋縮的時候 你一個 SQL meaning 要撈幾億行資料的時候 你可能要等個十幾二十分鐘 才會回來 這很典型的 我們不能期望太多 因為這買的時候 它的一個架構使然 所有觀念資料庫 我想都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我們去想 在雲上面有一個 比較更厲害的一個功能 像這個在 Oracle Lab 裡面 應該是從 Sun Micron 那個時代 就開始做 所以已經超過十年以上歷史了 那個時候我們有提供一個 有提供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是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機器 讓你很快的查詢 加快你的查詢速度 讓你的軟體跟機器 結合得非常緊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 Hitway的由來 那Hitway做完以後呢 成熟了以後 它覺得需要找一個平台來合作 因為Hitway它內部是一個 它有一個非常複雜的 API 它需要一個比較 叫Yosef Friendly的一個界面 那它就找到了Miseo 所以在Miseo 後面就加了Hitway 掛了Hitway 所以你先如果說 在雲上面連到Miseo 你看的是Miseo 但是它後面呢 你可以掛一個引擎 2nd engine是Rapid Rapid是Project名稱 是Hitway以前的Project名稱 那它就後面是掛的一缸子 你可以指定你有多個結點 最起碼一個結點 最多可以拉 六四個結點的Hitway 然後呢 你只要散佈在這些結點上面 打散在這個結點上面的 所以你查詢的時候 可以說 我今天看到是MySQL 但是讓它真的查是 從Hitway的一缸子的結點裡面 做多個Partition 同時來幫你撈資料出來 這樣可以加快你的查詢速度 那我自己本身的體驗場景 就是一個SQL命令 如果說你撈的是 五千萬行資料 你可能會需要 兩分鐘才能回來 那我只要加兩個Hitway的結點 我可以讓它從兩分鐘 變成0.5秒出來 變成500個ms 就連連5秒出來 這是Hitway 那講遠了 所以我們也想到說 既然我們支持這工具 我們可以讓這工具 也支持在雲上面的運帥 所以我們也可以 像我們剛剛看的這個畫面裡面 我少講了一個 第三個 就進入Oracle Cloud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把這個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就是OCI 我們叫OCI雲 打開的時候 這邊你可以連到那個OCI雲上面 這是我連自己做了一個 連到韓國村船 我們在韓國有兩個Data Center 一個在村船 一個是在Servor 這村船上面的Data Center 但我覺得這個DataBase 並沒有開 如果說你有的話 你可能跑不出來 如果有開到這邊 底下可以看到 那個DataBase開起來 你可以對它去做查詢 對它做操作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指定一些管理動作 比如說掛Hitler等等 這是額外化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 就這樣子把一個 VSCode上面的一個 馬來西亞 我覺得不應該叫 馬來西亞 share for VS Code 原來就是馬來西亞 我們不光是馬來西亞 我們還有前面講過的 WordBench也都放在上面 那目標就提供一個 大家比較能夠容易使用的環境 就是容易取得環境 熟悉的環境 然後提供馬來西亞的服務 然後提供你對馬來西亞的管理 就是你的管理界面 跟你的開發界面 基本上合在一個平台上面了 你在地段上面的操作 跟在雨段上面的操作 你可以合在一起了 像我們前面建那個Connection 有一個Connection 是連到雲上面的Database 那通通合在一起 提供一個全面性的 完整的一個工作 然後讓你的Developer 可以不管在地 在雲 在管理 在開發 都是在一個平台上面去整合 然後這邊未來上 現在已經在組合整合 還沒有完成這個第三個工作 馬來西亞在把WordBench上面的功能 也會把它放上去 WordBench如果說你是馬來西亞的優勢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用過WordBench 而且我們也遵循 Oracle開發的標準 不管界面的標準 管理的標準 和它的安全的標準 另外我們也支持一些擴展性 我們可以支持TypeScript 等等這些和VSCode的API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馬來西亞上 如果說你需要再加上你自己本身的功能 比如說你需要加上一些interface 這些interface可能是除了管理馬來西亞的Database 舉個例子 你可能需要建議跟其他第三方的Database連線 等等你在上面做這樣的 support 馬來西亞跟其他的第三方的Database連線 抑制Database連線 也許這個也可以用VSCode extension API來做 直接簽在這個VSCode底下的馬來西亞的 在這個plugging上面去 那當然你要連線Database 我除了提供一般標準的TCP IP的Connection以外 當然我們也提供REST Service的界面 另外也有圖書化界面 我們遵循AI的圖書化界面 那如果說你這樣要做REST Service 以後我就講它的這個簡稱 它叫馬來西亞的Router Service 所以以後就叫MRS MRS MRS 馬來西亞的Router Service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做MRS的話 那MRS它底下會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你背後的Database 所以Database可以是標準的單獨的 單機版的MySQL 也可以是一套InnoDB Cluster 或在雲上面的馬來西亞的Database 然後你今天在上面架你的REST Service之後 它會在你的Database裡面去開一個schema 叫MySQL Red Service Metadata 這個schema是在去儲存 REST Service它所需要的一些information 包含你的Connection 包含你的REST Service 所要曝露出來的schema 所曝露出來的schema裡面的object 要曝露出來的那些table等等 這些訊息會放在上面 也就是當你去Enable這個REST Service之後 你的schema裡面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在你的Database就會有多這樣的schema 第二個它會叫router router它去丟HTTP的介面出來 就讓你的AP可以透過HTTP的protocol 以REST Service的這種風格去取用HTTP所提供出來的這些服務 這些服務基本上就是support我們一般所說的 比如說get、post、put、delete等等這些操作 或者如果get的時候它需要倒出來的時候 它倒出來的內容 這個都是在router上面去幫你做的事情 所以router它可以走HTTP HTTP底下裡面所有的content 包含Json的格式 包含HATML 如果說你這上面做format 它要丟出HTML 在router上面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很特殊的地方 一般想像的router只是一個中間鍵而已 直接放在你的Database跟你的AP中間 然後讓你AP直接透過router來assess你Database的東西 現在不只這樣子 遠遠不只這樣子 但這個router不是一般的router 這router是比較特殊的router 這個router我們還沒有GA 它還是在一個Beta Version 你可以到一個地方去找它 好 就好 來 來 來 我還不是很熟這個雙螢幕操作 所以請你讓我講 我現在一直很沒有找到我的 我不要再講 網址是labs.master.com 如果說你有興趣去試試看的話 你可以search一樣 labs.master.com 你到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得到這裡底下 你可以下載的屬於Lab階段的軟體 SelectBuild目前只有一個 馬來西亞Router8033 然後你去download download你選擇你要跑的平台 比如說你在Windows上面 還在MacOS上面或是Linux上面 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如果說你是Windows平台 像我這邊是Windows平台的話 你可以找你的MSI MSI的這個install 然後就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以後 在你的所要跑的 也許在你的Local端 跟你的Visco放在一起 裝起來 這就是你Local的Router 為什麼以後 以後你會需要在執行 這個ResService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Router帶起來 他會用這個Router 一般的Router它不會說ResService 只有這個Router 只有這邊的這個Router 才會說ResService 這個可能是比較需要注意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Visco上面 Visco上面 把這個ResService把它innapped起來 但第一個你是要先抓Myshare 一定要先用Myshare 然後在Myshare底下 就鍵Connection以後 在Connection底下 把這個ResService 引入握起來 什麼是ResService 全名叫Representative State Transfer 它是一種處理 基本上它是架在HTTP的Policle上面 它是處理一種HyperMedia的系統 裡面的Content 可以是Json的Format 或者很大部分可能是HTTP的Format 那ResService API它有這幾個特性 第一個呢 所有的資料都被包裝成一個資源 然後這些資源是透過UI Unified Resource Identify 就是像UIL 其中一個subs 一個子集 一個subset 那透過UI就是走你的Protocol 然後冒號 然後slash你的hostname等等 這樣去標示你所在的位置 然後它有統一的介面 統一的操作介面 GET PUT POST DELETE 等等這些 那就少數幾個架在HTTPolicle上面的操作 然後它的資源 就是它資料的形式是可以多種的 是可以JSON的 是可以HTTP的 是可以HTTP的 或RSS的Format 而且它Stylit 它沒有狀態 這個配合學校 我們要下課嗎 可能還沒有 為什麼要支持REST Service呢 它一定有它的理由 它Database就Database Database連線 就是讓你提供資料 讓你去assess 對資料做操作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發覺 如果說你是在某個特定的Database上面 大概比較沒有問題 或是你就Stick在某個Database的環境上面 可能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發覺 你其實在同一種Database 當你的版本不一樣的時候 即使都是MySQL 你從MySQL 5.7 Upgrade到MySQL 8.0 這過程當中 對你的AP來說 可能都是蠻痛苦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很多不相容的地方 甚至有些是 它連Portocall都不相容 像我記得以前 在MySQL 4.0到MySQL 4.1 它的前端的連線Portocall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對很多AP來說 它很難去做一些調整和移動 另外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提供一個 簡單快速的一個assess方法 能夠support大家比較能夠 就是市面 大家比較容易去接受的一個取用方法 最常見的就是HTP 或是如果你要提供安全的管道 你可能走HTPS 上面可以加上你自己本身所需要的sertificate 加上你所需要的證書 甚至的話 現在比較新的技術 甚至要supportOS2的authentication OS2的authentication 就是透過第三方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看最近比如說有時候 你要去assess某個特地的website的時候 你要登錄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選擇是用Facebook的 還是用Google等等 就是o-store的技術 讓你用第三方的登錄認證 當你trust那一個第三方的登錄認證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去透過這個方式來做 這樣的話可能一方面你少記得密碼就少一點 有時候你可能久了以後你會發覺 我們這個網路世界太多resource了 太多website 你可能也許寄個100個密碼都不寫得完整 然後每個密碼都有它的規則 那考得很複雜 所以也許OS2的authentication 是其中一個選項或是其中一個解法 然後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彈性 能夠支持各種不同的前端的取用 除了傳統的這個TCP的Procode 加在PT的Procode上面的 對待的配合SSO 我們也可以支持各種不同 Compend Line 各種不同的API 然後呢 要能夠有擴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碰到過 你在跑馬來西亞的時候 有時候碰到一些容量的限制 可是馬來西亞通常有Max Connection的限制 D4是151 忘掉了 151 但你可以改 你可以加大 但你加大的時候 你加到1萬個 2萬個 可能都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 它還是有一些資源在上面的限制 會讓你的整個database慢下來 如果說你Connection太多的話 但是你要增加容量 其中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 不要保留狀態 其實你需要ASSESS去連上去 連完了就斷掉了 連完就斷掉了 連完就斷掉了 然後再連上去 連完斷掉是對他那裡可能不太可行 但是對於一般走HTTP Protocol HTTP Protocol 這就是它本身的特性 所以你連的時候 你透過router去連 router連telabase router連telabase router連telabase是長久連的 長久president的 但是你從AP段連到你的router的時候 它沒有狀態 它不是president的 就連上去ASSESS你所需要的資料 或是你所需要的動作 去改某個所需要的資料以後 做完以後它就斷掉了 這是HTTP Protocol 透過這個方式呢 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增加我容量 因為我不需要佔資源 不需要再database支援 所以 擴充網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然後它支援比較新的技術 不管是Mofi的application 或是WPA WPA 就progressive webapps的這個技術 它能支援 它主要的功能大概有這幾個 它底下有 有MIS AutoRest 它是一個服務 讓你可以取用這個服務裡面所提供出來的table view 就是database裡面是table view 或是stop procedure 如果說你今天stop procedure 是丟一缸的資料出來的時候 或是丟某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把這個數據撈出來 然後 它是 它有 它也可以提供 它也可以提供那個靜態的content 然後也提供你做一些 優勝選擇 包含了 有一些資源 你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 你不需要經過認證 要有固定的身份 這個身份 依然是透過第三方認證 依然是透過subplication 或者是 你的優勝點parse 對database上面登入優勝點parse 你需要做一個 這樣的身份認證的管理 我們也提供這個管理 你介面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在RAID上面所提供主要的 怎樣的service 整體價格都會是這樣子 對database而言 對database而言 我們有提供 myser router 然後myser router上面加了myser share 對database來說 我們的管理 應該說我們的管理的操作 這還沒有到運算環境 管理操作是這樣的 它架在myser share上面 myser share它在vscore上面有個extension 然後打開以後 這個extension上面 myser share打開以後 看裡面有這幾個 有grid的plugin 有res API 有mds的plugin 這是雲上的東西 mysplugin 是在你database裡面的 res service的plugin 大概有這幾個component 有這幾個component 然後你的res service 可以讓你做什麼呢 讓你可以加router 你可以不只一個router 你可以兩個以上router instance 因為有時候 你router有考慮到它高可用嗎 那他們可以configrouter 然後你可以透過myser share 和vscore對於你的meta data 做一些管理 那它的管理也follow oracle的res data service的標準 來做這樣的 meta data來建立 也就是說 在database裡面 它有那些schema來管這個部分 然後myser share 它的外國成立 甚至可以幫你去做 myser的管理 myser share service的管理 那真正運算的時候 真正運行的時候 是這樣的 你有database 管理是透過myser share來做 然後你前端會 在你的AP叫assess database之前 你會router 它是透過router來做的操作 也許你也會有router 但你沒有router 你直接assess router也行 因為router有時候 也可以當成某種程度 一個router 然後router上面 上面有mys的API 有說authentication的API 還有提供hp service 如果說你這邊 需要透過第三方 來幫你做認證 我們也可以support 你做os2的service 那這是它一個 基本的架構 會是這樣子 ok 那第一個呢 這個安裝過程 第一個你需要download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labs 叫做labs.myashare.com 底下去download 然後另外一方面 你的vscode要裝好 你vscode上面的mys share要裝好 接下來你就要配置你的mys share的mrs 那這個mys share的mys 它的配置呢 在哪個地方呢 當你連到某個特定的delibus connection以後 你按右鍵 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config instance for myashare.com service endpoint 點進去 點進去後呢 它就會幫你開一個 幫你enable你的 這個configure service 但我這邊是已經裝過了 很快就幫你做完了 然後呢 它會問你要不要裝 你說要 那它就 那就可能就跑一陣子 就幫你開始裝起來了 這個裝完盒你可以看到 這邊多了一個mys share的red service 這我已經裝過 所以沒話講 但是如果說你還沒有的話 一開始你只有看到這個mys share的connection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red service 當你enable完以後 enable的red service 你看到這邊多了一個item mys share的red service 然後在mys share的red service底下 你再加一個red service 加一個red service 你加一個red service的時候 它會讓你去指定你 你的pass 就是你的urii網址 就http 比如說 httlocalhost localhost 冒號 那default呢 8443 pronummer的default是8443 然後slash 這些那個網址 就是買service 或是多少 然後你也可以說 我今天是mys s 就ms 然後呢 你還可以設定一些 ms service flag 要不要開起來走的 protocol是什麼 是http 還是https 等等 然後你的host net filter 還有 authentication 如果說你今天要 讓他可以 需要做 偶神 如果說你這邊需要他 幫你做authentic 就帳號的登錄的話 你會告訴你的authenticati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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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是什麼 還有呢 需要做radiure到另外的 就是如果說你的第三方認證 可能需要radiure到第三方認證的URL 然後呢 你還可以指定你的authentication的 你的app是什麼 我們support大概四種 mys 就mys是自己本身自帶的 mysl internal 是database的 you can support facebook 和google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說你的app 不要自己做sentication 就是可能大部分優勢都會 我google account 我就用google來做 你可以選擇這個部分 然後 這個做完以後你就ok 然後就幫你建起來了 那 如果說你 他預設好 你的radiure service 預設都是需要去做sentication認證的 但是如果說你不想的話 有的時候 因為像我這邊在lab環境 我可能不想每次都做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disable掉 在你的radiure service底下 在你的radiure service 當你在create完radiure service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你這邊帶一個radiure service 你可以去edit這個radiure service 這個edit的radiure service 就剛才我看到的畫面了 然後呢 你在這個service底下 你可以加什麼 你要加schema 你要加schema 按右鍵 你要加schema 按右鍵 你要add service 然後add 對不起 你要到這 講錯了 你要到這底下 這沒有辦法直接在這裡加 你要在這個schema上面 謝謝 謝謝 嗯 這是schema 你到底所需要找的schema 比如說我今天在Sakela schema點下去 然後呢 你可以說我今天 Add schema to risk service 這是一個schema Sakela是我不是一個 在我現在考慮這個local database上面 一個schemaSakela 當然還有其他的 Add schema to risk service 然後點它的時候 它可以看到 你可以加在哪個Service 我現在只有一個Service 但是有必要 你可以有兩個以上的Service 我現在只有一個Service 所以你們這邊可以選擇 是哪一個Service 我現在只有一個 然後你的Path 佈露出來是Path 然後要不要做Authentication 如果說你這邊勾起來是Required 你今天要找Sakela的schema裡面的所有的table 他都要做認證 那認證的方式 你可以讓他去說 我今天走第三份認證 還是我Internal的 然後這個就OK就好了 然後schemaName 重量是schemaName OK 然後你這邊跑一陣子以後 你在你的local database connection上面 就多了Sakela 多了一個Sakela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這個Sakela 底下有多table 我們看一下 看這個Sakela database 底下的table Uo或者是Store procedure 都可能變成Service 比如說actor或什麼東西 像我這邊有City Actor Actor 什麼的 不是他cable Actor table 然後呢 我今天 在這上面我還曝露出來說 我今天Sakela上面 按右鍵 按右鍵 還是要回到那個table上面去 Sakela Actor 好了 好 Actor 按右鍵 Add database object to rest service 所以schema跟table本身 你都要到那個特定的object本身上面去指定說 我要加到 rest service 底下 那你Sakela底下就看到 多了一個 Audio log 這沒有加成功 我現在因為時間關係我不仔細不去做debug好了 我就用我以前做好的 比如在word database裡面有個City table City table 然後這上面我按右鍵 我就可以直接看它 我直接去open rest object request pass in browser 可以直接把browser帶起來 但你要做這個之前不要忘了 先要把你的 Router開起來 Router開起來 按右鍵 這邊start local Maiso router 要start起來 或者是 當然要做之前 你現在要做一個bootstrap的動作 第一個你先做bootstrap bootstrap bootstrap這個router instance的時候 再去start這個router instance 當你開起來以後 你會在這底下看到一個router的符號 這個就是router 這個ITO 是不是就是router 但你不出來會看到這個 如果說你這邊的router是關掉的時候 一開始是關掉的 你沒有開起來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這樣 先把這個router 這個servicerouter 先把它關掉 好 先把它stop掉 你stop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下面 它會把你 像是它說你開 去stop那個router stop.psi 我現在是window環境 所以它是psi 然後呢 你才能去 如果說你把它關掉的話 你那個browser 或者會看不到東西 然後呢 你如果說要開起來 你就知道 start start localmizerrouter instance 你看它是start sh 在哪裡 anyway 很快就跳掉了 做完了 然後呢 你這個start完以後呢 你的 對不起 這是dashboard 這個才寫 這個就會按起來 如果沒有按起來 這邊前面會有一個黃色的小墊 黃色的小墊 你可以在那邊看到 我把它關起來 你看看 因為開關很快 關掉了 你可以看到 不知道你看看 這邊一個黃色小墊在上面 代表它是關掉的 然後呢 然後你如果要把它開起來的話 按右鍵 start它 那開起來以後呢 你才可以在你所開放出來的schema底下 找到你所指定的table 就是這個res service的schema底下的 就是這個res service的schema底下的 就是word底下的table 然後呢你可以去browse它 openres object browser 那它丟出來是一個json的格式 那或者你可以做一些進步的操作 它一些URL 那這些你都可以看它的手冊 你可以看它的手冊 然後比如說你看 我要找第三個位置的city 或者是呢 我要做一些篩選條件 做一些篩選條件 比如說我要找台灣 台灣底下的city 就是它的country code like twn like twn 篩選出來是這樣 那這是get 但還有post 或是put 這些都完整的 可以在上面做 所以這個是一些基本的操作 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很快走一下 這個powerpoint 所以它過程度是這樣 我已經跳過很多次了 馬來西亞的配置 馬來西亞的配置 馬來西亞上面去配置mrs 馬來西亞的res service boostread your router 開啟你的router 在這個res service底下加上 在你的condition底下加上res service 加上你的res service 然後呢 這個res service底下加schema 像我們說的那個像sakila這樣 然後呢 在這個res service底下加object 就是你要曝露出來的 我們要曝露出來的table Store pressure 還是view等等 那這後面是一些demo 那過程來呢 第一個你去Coffee的instance res service instance 這個我們剛剛有做過實際的demo 看一下它做完以後 你看多了一個res service的 那個item出來 然後你可以加上res service 就是它可以support 這個cognition supportres service 但是res service你可以不止一個 你可以有兩個以上的 走he protocol 然後authenticating等等 那callig rate service出來了 它的名稱叫mrs 再按右鍵 以後呢你可以再加schema 所以一定要加到底下 到底下去找你的schema 這個剛才已經走過了 接下來你就是帶你的schema 譬如把sakura 曝露出來 add schema to res service 然後你的schema是哪一個 然後你的pass是什麼 要不要authentication 不要的就點掉 然後呢在這底下呢 你看多了一個schema 多了一個sakura schema 接下來呢 你就是在sakura schema底下 指定你的table add database object to res service 像是加一個actor 但你也可以指定說 你可以允許的operation 是read write create update delete等等 那如果是create 就相當於你做put的動作 那update就相當於去put 做update的動作 然後呢接下來你就可以去assess這個 他就是先做完service以後再開router 開router 所以剛剛我們先看了這個 這個是開router的過程 router開起來了 MagSync VM Local 那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這個部分呢根貴介紹 我們現在全新的這樣一個 red service的一個api出來 那需要三個東西 database本身以外 你需要帶上myser router 而這router必須是你到lab底下去download的myser router 那就是有支持red service的 但目前還是在preview版本 明信它是一個beta level的東西 那可以是 某種傳言是可以用 但是不建議拿來做production 因為還是在preview階段 可能還會有很多變動 然後呢就像就是vscore上面 的myser share上面去把這個red service加進來 你可以去activate它 然後你router開起來的時候 你隨時你的URL 你可以直接指定URL 去assess這個red service上面 所看出來的API 好 那今天這個部分先到這個地方 告一告一告一告 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 不用這個res 不用這個 應該怎麼說 它會需要開的東西 除了database以外 還有就是router 就是你 將來你去assess 你database裡面的東西 透過router來assess 這個容量開起來以後 然後這個router上面 把red service開起來的時候 你的URL 指到你所開放出來的red service 它就去取用你所指定的那些resource 曝露你的table 改你table的內容 都可以做 不需要vscore一定要開起來 我們vscore只是一個開發環境而已 或者一個配置環境 那譯證的話 要獲得要驗證 才可以的話去哪 驗證的話 這是你的config 也是你的router上面會配的 就是你在vscore上面有指定說 我今天要做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是哪一種方法 我們前面不要看了有四種方法嗎 MRR是自己本身帶的 Database的 Internal的 還有Google和Facebook 如果說你今天是Internal DatabaseInternal的話 那你會配置你的authentication網址 authentication網址 就是那個 一般的default就是 斜線 authentication 然後就是比如說你的 hts 冒號 8443 slash localhost 然後 不是 hts冒號 slash localhost 然後 slash authentication 它就會幫你帶到 authentication的位置上面去 讓你做登入 讓你做登入 如果說你沒有登入 比如說你今天要看 Sakila底下的actor table Sakila slashactor 對不起 它會告訴你404 找不到 因為你沒有做認證 所以你必須先做個authentication 完以後回過來 再去做 再去assess那個actor 你才可以看得到 但你在authentication完以後 存在你local端的cookie有了以後 你後面再去assess其他的 這個可以在同一個authentication support的這些resource 都可以看得到 你不需要再做認證 不需要再做認證 你不需要再做認證 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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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router 你可以直接assess URR直到assess database 沒有 你必須透過router 它可以接應你那個 UIR 然後把你轉換成對待遇的 Assets 再傳回來 這樣子的 支援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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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 我不知道 目前來說 也許兩個的 protocol 是可以通 不過我不知道買一些 router 去畫MariDB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沒有真的做過 也許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產品 雖然走的 protocol 是一樣 也許有部分可以通 也許有部分還是會有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你要走MariDB 倒不如直接去MariDB社區版 Router也是社區版 一樣也不用錢的 OK 是 他先讓他 問一下就是 他這個認證的邏輯 是可以接在他那個 router 裡面嗎 在 router 沒有 沒有 在 router 沒有界面直接去做這個動作 要定義的話還是在 VS Code 上面去做 所以我這些 configuration 都是 VS Code 的時候才能這樣 你定義完以後 它會存在 Cache 在 router 上面 所以 configuration 就必須過 像老實講 它也不是Cache 在 router 上面 而是做 而是你的 configuration 的配置 內容 configuration 的內容 是配置在 database 裡面 Router 去讀 database 這樣而已 對 所以 router 只是做這個事情 做這個認證這件事情 但是 誰可以進來 誰不能進來 Router 不知道 必須去查 database 那個 schema 是這樣子的 OK 我還有一問 是 就是 當中設計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過 用Cache 作為這個查詢 用什麼 Cache 沒有想過 也許這是一個好的idee 我可以 可以跟產品部門聊聊看 可以做標準 或者是 深層的大學 沒有一個表演標準 然後再去調整 直接的觀點 了解 OK 我可能回頭 有空的時候 我再跟你稍微聊 或是你可以 明天可以到我們的攤位 我們在 5...515嗎 還是 就 蠻時候有個攤位 我們可以再稍微聊一下 那 也許可以 把你的想法 反映給我們的Protate 裡面 來 把這個 看能不能做上去 OK 目前只能透過 vias code 去Config的Router嗎 是 目前是這樣 對 就是起碼這個部分 因為 這個不是一般的Router 都可以做的 必須是 Lab 底下 所Download下的Router 才可以做 目前只有在 vias code上面的 這個Protate 可以做這樣事情 那如果 我們只要 在 server上 那我要去 config 在 server上的Router 在 server上 你說你自己的Router 你自己買的是Router 是的 對 如果我需要放在 server上 我想你會需要做 這是好問題 我想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在你的 server上面 裝一個 裝一個 就是裝一個 裝一個 從這個網站上面 就是從 lab上面 Download下的Router 然後 你可能會需要 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是做在 metadata schema 底下 所以你的 router也會認得 你 server上的 router也會認得 對 這個我可能要幫你查一下 明天有空 你可以到我們的攤位 我再幫你 因為這個我還不是很確定 這個問題 我當然沒有特別想過 這是好問題 OK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休息五分鐘 然後我準備一下 準備下一個 session 下一個 session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那個講者 Router Kwan 他家裡面也是有一點事 他是馬來西亞人 他本來應該要到台灣來的 我也是臨時有事 所以他今天沒有來 他就先錄一個 他的 presentation 等一下我們會放這個 presentation 然後 Q&A 的話 我們可以做 Q&A 的話 我們可以做 我可以答 或是我們可以讓Router Kwan 就是遠端 去login進來來談 好